大家好,Coach Henry 和大家分享 小背後斜撞的提示 這個提示一定會幫到很多朋友 所以要繼續看 請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 和分享給新的朋友 讓大家可以受益 背後斜撞,很多朋友都喜歡 是有一個 Bend Elbow 的 正常, Relax 嘛, Bend Elbow 不過當它落的時候 它出來 Strengthen 的時候 它會去到外面去做 記住,當你做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 Outside The Inside 的行動 所以我平時都會教你 直手去做 當然有時候會有少少弄的 所以記住 你 Straighten 的時候 不要向外面 你要確定你 Straighten 之後 你要拉回去 向著大腿 當你的 Butt Of The Racket 向著大腿這邊走 當然不是坐到大腿 就知道了 你 Straighten 之後 拉回來 Straighten 再下來 Straighten 再下來 這個我會示範給大家看 大家留意 我都會有少少弄的 Straighten 後 我會拉回來 我不會去推出去 Except On A High Ball 這個不是今天的影片說的 希望大家留意 你 Straighten 後 不要去外面對 不要去外面對 就不要去外面對 直立之后要拉牌进来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这个视频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分享给其他朋友 让多些朋友可以受益 当然我正在用一块STM的球拍 让各位更容易确实一点 去影响球 听到它的声音 大家应该先听到它的声音 所以这块球拍已经帮了很多朋友 继续去帮多些朋友 希望帮到没试过球拍的你 继续去用这块球拍 你会发觉越来越帮到你 非常开心 继续去用球拍 但也非常好 此继续跟大家聊 拜拜